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凤卓环报道 一天清洗一次 一星期消毒一次 一个月休息一天的管理制度 市民最好不要接触活琴 不要在家里养家琴 宰杀活琴 琴肉煮熟煮透之后才食用 有感冒发烧就需及早就医 另外上海再多一人感染H7N9琴流感 患者是一名86岁的男子 目前她情况危重 这名男子在发病之前 曾经和老伴一起去过活琴市场 并且近距离观看过鸡饭 宰杀活琴 目前侧空人员已经为患者家属检测 相关的活琴市场也都要关闭 美国海岸防卫队说 将派出破冰船到南极 协作被困的中国雪龙号和俄罗斯考察船 雪龙号仍然被困密集的浮冰区 部分浮冰厚达3至4米 距离最近的清水区大约21公里 目前船只安全 补给物资充足 船上101人 程序稳定 雪龙号在浮冰中开辟了一场一公里的破冰跑道 等待当地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天气好转 选择有利时机 尝试突围 中国海军一艘护卫船 抵达塞浦路斯南部港口 将同来自俄罗斯等国的军艦为运输敘利亚化学武器的北欧船隻护航 严胜号护卫船停靠利马索尔港 塞浦路斯国防部长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到场迎接 来自挪威和丹麦的艦艺 日前已离开塞浦路斯洗往敘利亚 将在护航之下将有代销毁的敘利亚化武运出 俄罗斯和美国同意加强反恐合作 确保索洩冬季奥运会安全 另外 俄罗斯当局放宽冬奥期间的示威禁令 林汉山报导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打电话给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讨论俄罗斯福尔加加勒最近发生的恐怖袭击 哈格尔向俄方表达哀悼和慰问 并承诺美方愿意向俄方提供安全援助 确保索洩冬季奥运会的安全 又说美方准备好加强和俄方的反恐合作 邵伊古对哈格尔的表态表示感谢 美俄防长一致强调 需要对恐怖主义威胁保持境界 双方将寻求更多机会加强反恐合作 两国防长还讨论一系列国际安全 以及两国军事合作问题 美国国防部说包括销毁敘利亚化学武器的工作 福尔加加勒一个火车站和一架无鬼电车 上个月底接连遭到炸弹集击 总共造成34人死亡 外界担心下个月7日至23日 索洩冬奥期间的保安问题 俄罗斯当局将会在索洩 以及周边地区实施特别保安措施 据报包括出动无人偵察机 并且严格限制通往市内的道路 总统普京正在当地试策筹备工作以及基础建设 另外当局宣布放宽东澳期间的示威禁令 只要事先获地方 内政部以及联邦安全局同意 民众可以在特别设立的示威区示威 不过人数会受到限制 外界认为当局这样做是要改善俄罗斯的形象 印度果亚邦嵐楼时故增至最少14人死亡 另外有至少12人被困 现场位于一条沿海的村落 兴建中的住宅留于当地中午左右倒塌 当时大约有50名工人施工 至今有24人获救 救援工作直至晚上 当局出动多部大型机械挖挖 回来本港 大卫发生怀疑药狗案 一只狗的尸体被发现在河渠里面 被承索捆绑和受伤 夏城门道白田村一名居民 昨晚11点多报案 发现邻居的狗倒饿在河渠 警员到场之后证实9只已经死亡 初步调查相信事件有可疑 9只的尸体由相关机构检走 有作进一步检验 暂时无人被捕 跑马第一个住宅单位发生火警 超过30名住客自行疏散 起货的单位位于黄泥冲道瓦斯大厦14楼 消防清晨5点多接报到场 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构 大约10分钟后将火构式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 要推动政改 中央和香港建立互信很重要 呼吁政建激进的人士 不要刻意做刺激中央和特区关系的事 对政改达成共识 无比益 陈乐谦报导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出席商台节目 被问到有香港人不相信中央会落实普选 她说互信很重要 呼吁政建激进的人士 不要刻意阻止刺激中央和特区政府关系的事 林郑月娥承认 政改要达成共识面对不少困难 不同政党和团体的意见分歧 但如何收窄就不单只是政府的工作 她希望尽量与各界讨论 做到互量互让 找到被广泛人士接受的方案 满足法律要求 操作上亦都切实可行 另外对于四名香港人优先的成员 早前闯入驻港部队军营示威被捕 林郑月娥形容 这是比较极端挑衅的行为 对于我们无论是这个政改的工作 或者其他的工作都是不可取的 有人很短的时间 就已经拍成一个片上网 就会感觉到非常之反感 为什么你有一些政治的争吓 但是这个完全是同驱港部队是无关的 而这种挑衅性的行为 它会制造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面对政府的民望持续向下 林郑月娥说要继续努力 但立法会的政治光抱阔 并非完全在政府控制之内 体育消息 英格兰足总盃阿仙奴主场2比0击败热次 有望施行报道 英格兰足总盃第三圈赛事 阿仙奴上下半场割入一球 主场2比0正胜热次 新迪卡苏拿先在31分钟在禁区警卸入网领先 路斯基道62分钟在中长线成功抢走丹尼路斯的脚下球 走了半个球场到热刺的心脏地带 轻松射过门将洛里斯的十指关 不过赛事的焦点在原场之前几分钟出现 这场表现出色的和阔特 印相退下火线 在工作人员用单架抬出场的时候 去到热刺球迷的面前满面笑容 用手举起2比0的手势引起球迷不满 甚至可能要面对足种的调查 另一支英超球队阿瑟东维拉 就给低两个组别的英甲球会 石飞联2比1淘汰出局 上届亚军曼城作客英冠暴力般流浪 被逼和1比1 为免的韦根也给英甲的米尔顿海因斯 逼和3比3 两场都要重赛 卡迪夫城在新领队苏斯克查带领之下 作客2比1力错纽卡素 水尖攻2比0正胜西布朗 诺域治主场1比1同富咸打和 埃华顿主场4比0大破英冠的昆士柏流浪 曼联会在今晚深夜出战史云斯 利物浦对奥咸 赤路士作客打比棍 韦斯咸作客落定咸森林 西拜牙甲组联赛马德里体育会作客1比0小胜马拉加 高机在70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 马体会暂时以49分升上联赛榜首 3分压过小打场的巴塞罗拿 巴塞将会在今晚迎战弱女艾尔赤 另外意大利联赛都会上演榜首大战 榜首的祖云达斯主场对今季保持不败 暂列第二位的罗马 德甲多蒙特射手利文道夫斯基会在今季结束之后 以自由伸转投宿敌拜仁慕尼克 拜仁在声明说和利云道夫斯基签约5年7月开始生效 25岁的利云道夫斯基2010年开始效力多蒙特 在德甲上阵115场攻入65球 今季至今取得11球 利云道夫斯基是今季古沙之后第二位转投拜仁的多蒙特主将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是中 路边监测站是6健康风险也是中 预测今天上午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中至甚高 一般监测站是中至高 预测下午路边监测站是中至甚高 一般监测站也是中至甚高 天文台预测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 天文台说一股东北季后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干燥及相当清凉天气 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 新界普遍再多几度 预测今天天气是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 天气干燥早上相当清凉 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 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渐转清净 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及风势颇大 红色火葬危险警告燃性生效表示火葬危险性极高 身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55% 这节新闻报告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事事知识台 本港第一次的歌唱比赛冠军 就是徐小凤 一个人好与坏 本身是很大责任 经不起一些引诱 其实有没有呢 当然有啦 也挺多的 哈哈哈 她是2014年第一位的嘉宾 她是金光灿烂小凤姐 希望全港市民一日比一日好 就像这首歌那样 喜喜仰仰 仰仰四方 哈哈哈 星期日早早8点到10点 车淑梅 旧日的续席 好了 2014年1月5号第一次的旧日的续席 哇 非常有面子啊 请来一位金光灿烂的嘉宾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小凤姐 给我说 很幸运 好幸运 各位亲爱的听众 早晨早晨早晨 祝各位 雖然很平常 新年進步 萬事如意 但這是很重要的一句話 是的 多謝小鳳姐的祝福 多謝多謝 什麼都不說 首先要先說生日快樂 因為1月1日是你的生日 最近我完全忘記了自己 我忘記了自己發生什麼事 只要記住2月19日 2月29日 這陣子的腦袋真的沒有介入直說 很多朋友跟你一樣 每個人都掛念2月19日 每天都在倒數 好像新人一樣很緊張 其實小鳳姐 在歌壇的月曆相當深厚 但你給我們的感覺 你那種熱情 對於每一次的演出 見大家 那種感覺 還好像新人一樣 好像你所說 這種感覺 為何可以保持這麼多年 好像瑪莉蓮夢露一樣熱情如火 沒有變過 這麼多年 從來都沒有變 因為可能太久沒有見 我想我跟觀眾之間 可能都有相同的感覺 我現在單方面說 我估計有部分的粉絲朋友 他們都會跟我一樣的心情 是的 但我先表態 我絕對是興奮的 開心的 期待 是的 是的 我很感覺到 小鳳姐那種魅力 是不僅是某一個年代的人 對你那種傾慕的 即是連很多小朋友 我們在電台有很多小孩子 在我眼裡小孩子 都會說 不行了 我一定要來見小鳳姐 這種感覺 不是每一位歌手都能做到 為什麼你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是嗎 是的 這些叫做魅力 我每天照鏡都不覺得 麻煩魅力在哪裡 但很多小孩子都知道 哇 徐小鳳 哇 是一個殿堂級的天后 到底為什麼她會 殿堂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十年 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 是叫做 《舊日的足跡》 讓大家知道一位殿堂級天后的誕生 到底是怎樣的 話說 就在1965年的時間 小鳳姐當時初露頭角 現在是否叫做徐小鳳 不是 其實是1966 1966 不行 多年都不行 原來是1966年 1966年的時候 在年尾 還要說近年尾 很十二月的 十二月下三 幾多月我不知道 但是近年尾 我就參加了一個 當年最轟動的一個歌唱比賽 以前所有的歌唱比賽都沒有 未誕生之前 在香港來說 是首創的一個很大型的歌唱比賽 怎樣大型呢 都二千多人的 你想想是當年 是 即是說 喜歡聽歌或唱歌的人都不少 嗯嗯 那時候我只是抱著一個 真的換票的心情 其實我都重複說了 再重複說都無所謂 真的陪我兩個好朋友去比賽 原意是我陪別人的 最後的結果是他們陪我 厲害 香港之鷹多唱比賽 是不是 為什麼你自己本身沒有什麼 想著去參加 完全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那就是說 你真的不知道 貪玩 你知道我們 是 朋友一埋了堆 當然 你做的事 不如我都去做 大家一個 其實是互相打氣的 嗯嗯嗯 可能大家都很膽小 你扶持我 我扶持你 那種心態 去玩一個 去參加一個活動 我想和現在都 現在的參賽者 應該已經獨立很多了 嗯 還有有鋪排的 是呀 是呀 我們以前不是說 我們要拉幾個 一起 才覺得是一件事 嗯嗯 以前的風氣 比較是這樣 是 即是說很討厭你 你去洗手間 我都去 你不去我又不去 等於是這樣 有一點點的 這樣 那就是 你陪兩個同學 同學你嗎 是呀 同學兼好朋友 是 變了 好玩 就是覺得 還有一個很大的經歷 我都不知道參加來做什麼 其實 是 但是已經練定了 戀之火 平時都有唱 我當日不只會唱戀之火 不只這首歌唱得好 我自己自問也不錯 其他很多首歌都合格 嗯嗯 哇 那就過五關斬六仗了 沒有想到這麼複雜 經常都想著 平路一條 原來 無意中是 踩到人家是不知道的 其實是無意去踩到人家 絕對沒有的 沒有這樣的意中 拿出冠軍 厲害呀 原來發覺我獲獎後 原來我破壞的人是好事 哦 是的 二千多人都被你 人家預算 預計了一些東西 的計劃 破壞了 是什麼 沒事 哈哈哈哈 沒事 你自己想吧 你突然之間去參加 突然之間贏了冠軍 為什麼你會懂唱歌 還有很多首歌的音樂 為什麼呢 我是喜歡唱 我是因為喜歡而開始 就沒有想自己好不好 我 沒有學的 完全沒有的 沒有能力去請先生教 很憑著一個興趣 自由的心 自由地唱 有沒有人理會我 我也不理會他們的表情是否痛苦 只有我唱 哈哈哈哈 多數是在家裡唱的 在街上唱 哦 是啊 你說現在很多在街上 很多朋友在唱歌 我心想 咦 這些就像我們當年 我們當年就是 坐巴士又唱 坐電車又唱 走又唱 站又唱 等於是這樣 但是我們是 可以這樣說 不管他有沒有觀眾 都在那裡唱 是 所以是沒有目的地唱 其實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沒有目的的 一個嗜好 就是曲不離口 就是小時候 已經愛上這個唱歌 沒有你爸爸說 喂 你要去到我那個 理髮店那裡幫忙 這樣 其實他們不是 他們是被朋友 捉上去做伙伴 做貴面 哪個忙就去幫忙 我們就有空無事 我根本那天就去玩 其實我們是去戲戲 哈哈哈哈 大女兒嘛 還有三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大姐姐 大姐姐 拿了這個獎 對於你來說 有什麼影響 一些影響都沒有 是的 一些好處都沒有 其實對我唱歌 完全是沒有好處的 如果嚴格來說 因為你比如說 你比賽的時候 原來有一份禮物 那份禮物是包括什麼呢 包括一些飾物 沒有獎金的 我要記得 一些飾物 或者一份合約 就是唱片合約 或者是那些 或者是那些 做電視的合約 或者是電影 那類的東西 我一份都沒有做到 我為什麼 你不是要履行這些 我履行那個唱片的合約 但是那個唱片公司 就沒有履行 是的 為什麼這麼久都 又說是唱片合約 為什麼沒有出唱片的 你明不明白我講 我又會唱歌 為什麼沒有錄唱片 沒有那些東西 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麼 後期我們成熟了 就是那個工作經驗 開始有了之後 回到頭去想 就是人家根本 心都不是想著去栽培你 不可以怪別人 我覺得 你又沒有去問他 喂 為什麼 沒有 我們覺得很醜 我們沒有這麼勇敢 當年 誰敢去問一個 問一些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你不跟我出歌 沒有說現在好像 我唱得這麼好 你為什麼不請我 沒有現在這麼大膽 當然是盡量說自己不夠好的 就是盡量 以為謙虛是好的 原來 時代變了 時代變了 原來是要不要謙虛的 是啊 當時你已經改了名叫徐小鋒 不是不是 完全沒有 都是叫做徐宴書 我想一下 不是 都不是 好像是 比賽的時候是 其實已經是 已經改了這個名字 是啊 為什麼叫小鋒呢 因為那個鋒 以前在我們家裡叫 那個鋒字是一個 那個鋒字 就是 山無流浪記 以前不是很流行的 一本小說 是 其實是我們的語名 你知道 出來做事 你不可以 別人說 請徐小毛小姐 這樣 是不是很古怪 你的感覺 於是有些高人 就幫我一改 就把這個字 一改 就改了一個 諷字 就是這樣 用到 我當時還有點嫌棄 我覺得 為什麼這個名字這麼俗 怎麼知道原來這麼受歡迎 真的是高人 是啊 真的是高人 想不到 因為感覺上 是一個銳變的感覺 我的名字 和我的歌唱事業 就是 等於一個轉捏點 等於一個 一唱歌 我就開始用這個名字 星期日 朝早8點到10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車屬媒 舊日的足跡 她是2014年第一位嘉賓 她是金光燦爛 小鳳姐 沒有人知道我的其他名字 哈哈 只知道這個 金光燦爛的名字 是啊 是啊 那去到什麼時候 小鳳姐才錄第一張唱片呢 應該70年代了 我是66年參加比賽 那段時間 可以說 在十字街頭 我陪會了三幾年 好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 不知道何去何從 又不知道做什麼好 因為做什麼都沒有心機 其實挺反叛的 唱歌只不過是自如 自己娛樂自己 不是想著有什麼目的 因為自如的關係 當然我都很聽父母說 你嘗試這份工作 或者嘗試那份工作 做三天 或者是做一個星期 好笑的 做下去 做下去 然後兩天都不出便離開了 可能當時不懂得說 為什麼父母 好笑 而且我們讀書 又不是太有耐性 坦白說 不是太有耐性 是不對的 有了後悔 哈哈 你的那些 全部都去唱歌那邊 那些耐性 是啊 那那幾年 不知道做什麼好 那當中呢 我當然做過一些不同的工作 甚至乎 說起來都很好笑的 我曾經碰過 我在那間叫做什麼 樂鐵飛機零件 那間公司 都做過一下 做什麼 不是換零件 不是啊 它是自動式的 那個工廠 整間很大的 香港不是有一間 我們覺得很光明的 又去那間工作 那些叫做廠 不知道是什麼 都很多工人的 幾千人的 不是 不是 不是一間小公司 那我們就是一個機械化的 就是好像現在 你們那些 經常接觸到的線路板 嗯 例如 我到現在都看不明白 那我們就不知道 在那裡放一顆什麼下去的 是的 就是以前是半自動化的 嗯嗯 那我們就機械化這樣 整排女生 全部都是女生 都好像我們這樣上下 那樣大家 吱吱喳喳 又聊聊天 又什麼 但是呢 它的桌面就好像 那些迴旋壽司 你明白嗎 一路轉 像運輸帶一樣 是運輸帶一樣 你以前當然 哪有 哪有 迴旋壽司吃的 我想我靈感 都是來自那樣東西 哦 原來 它是做飛機 我們告訴別人 你做什麼工 我說是 很光明的 我是做過飛機什麼零件廠 以為認識的 原來我自己 我們坐在那裡 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哈哈哈哈 但是心裡面 真的一路都掛著 什麼時候可以灌唱片 沒有掛著 哦 其實都是沒有目的的 其實 只不過說灌唱片 就是一個 好像應該做的事 感覺上 如果你喜歡唱歌的話 當年灌唱片 就是一個很光榮的事 是 因為你的歌 你的聲音 是可以 就是 在空氣中傳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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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尽了许多的崎岖路 还前去才能知境界更高 面里只有幻梦 要想组组不到 岁月在我身边笑着图 道路断断美好 总是月与喝凝组 感激心中处在缓断道路为我报 但愿人后更好 我愿永远莫停步 我要创出神迹 要用实力做其好 明日在要走几多路 谁人能计 谁能知天有几高 行自信努力做 要得到的总得到 以后就算追忆也知好 道路断断美好 总是月与喝凝组 感激心中处在缓断道路为我报 但愿人后更好 我愿永远莫停步 我要创出神迹 要用实力做其好 道路断断美好 总是月与喝凝组 感激心中处在缓断道路为我报 但愿人后更好 我愿永远莫停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以下 黄思恒报的新闻 跑马里一个住宅单位发生火警 超过30名住客辞行疏散 起火的单位在黄泥冲到雅斯大厦14楼 消防在清晨5点多接步 到场出动一条后和一队烟帽队 在大约10分钟后将火救赛 美国海岸防卫队说 将会派出破冰船到南极 协助被困的中国雪龙号和俄罗斯考察船 雪龙号仍然被困在密集浮兵区 部分浮兵厚达3至4米 距离最近的清水区大约21公里 目前直船安全保卡物资充足 船上的101人情绪稳定 雪龙号在浮兵中开辟了大约1公里长的破冰跑道 等待在当地的星期一或星期二天气好转 选择有利时机尝试特惠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静国神社参拜之后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致电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战五点 强调日本采取措施改善和轮廓关系的重要性 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 由于不满安倍晋三参拜静国神社 哈格尔取消原定上月27日和小野战五点的通话安排 五角大楼说 在华盛顿时间4日上午 哈格尔和小野战五点通过电话 哈格尔强调日本采取措施改善和轮廓关系 以及促进合作的重要性 从而推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目标 英格兰捉总盃第三圈中目赛事 两支英超球队阿仙奴和热刺对女 主场的阿仙奴彭辛迪卡·苏娜以及路斯基 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 2-0击败对手 英超的阿士东维拉 爆冷被英甲球会石飞联以2-1投胎出局 曼城作客英冠球会暴力搬流浪 被对方逼和1-1 遗免的韦根被英甲的米尔顿海恩斯逼和3-3 天气方面 预测港地区今天是天晴 但部分地区有烟下 天气干燥 朝早相当清凉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9度 出和半偏东风 风势渐转清净 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和风势颇大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验证生效 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现在气温15度 相对湿度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事事知识台 都市固体费物收费是香港资源循环蓝图的一部分 大家都应该做好源头减费 政府已经完成第一阶段资讯 大部分市民都支持费物按量收费 怎样实施呢?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宴庆资讯公众 大家可以在2014年1月24日前 在委员会网页 susdev.org.hk发表意见 扔少点 省多点 本岛第一次的歌唱比赛冠军 就是徐小凤 一个人好与坏 本身他很大责任 竟然是一些引诱 其实有没有呢? 当然有啦 也挺多的 他是2014年第一位的嘉宾 他是金光灿烂小凤姐 希望全港市民一日好过一日 就像这首歌那样 喜喜仰仰 仰仰四方 星期日早早8点到10点 车熟梅 旧日的足迹 那什么时候才出现呢? 这个机会 那就是要说到我 唱歌呢 我都见过很多份工 是没有人聘请我的 就是我说只是唱歌 我由他试 但是你的掌座在那里 本岛第一次的歌唱比赛冠军 就是徐小凤 但是原来是没有帮助的 原来是没有帮助的 其实 只不过 现在说起来 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但是真正到你去到现实的生活当中 或者是要成为一种工作的时候 他不会理你冠军 他最多是多看你一眼 是因为他不需要 直至到70年代 终于建功成功 所以人就千万不要放弃 我觉得 譬如你见了一百份工 那你是命中注定你一百零一份 你才会得到你份工作 那你又去到一百零一份工的时候 你放弃了 你前面做 即见那一百份工 是浪费了 你记得多少份呢 我不知道 都很多 都很多 但完全没有灰心的 都没有的 其实没有现在那么多事情想的 没有现在那么多仇善感 就是这个人呢 你懂事多反而是众仇 有机会就去试 是啊 我不怕撞板 我又再试过 那这个呢 是一个 在当年我们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态度 是应该 那我也想顺便说一下 现在各行各业都好 就是说 现在出来 刚刚出来社会做事的 无论成年也好 怎样还得也好 不要放弃 就是这么多 因为 你要学会被拒绝 你不要以为被拒绝是一个很丑的事 当然 我当然都会觉得很丑 是吧 但是呢 事实上呢 你今天回想起上来 原来你有这样的经历 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因为现在想拒绝你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我们就会时时觉得 当年支持我的人 或者拒绝过我的人 我就很记住了 而且有一些东西是假象来的 根本 有时候我们都分不清 我很多时候我都会 请教一些敬佩的朋友 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我经常都问人 我经常问这句话 但是我永远都得不到一个 我最想听到的答案 但是我想听到的是什么答案 原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不知道 是是是 还在追寻着 可以每天都这么好奇心 度过每一天 是的 是 因为很多疑问都没有答案 是的 我觉得 但是我的疑问应该有答案 当年是谁这么有眼光 知道小凤姐其实是一个保育 是 中间有几个很有眼光的人 但是他就推荐给一个夜总会的大老板 哦 他们不懂音乐 但是一看到我的工作表现之后 他觉得我非常适合他们公司用 哦 即未灌唱片 就已经在夜总会表现了 没有了 是的 我很记得那间夜总会 就是 当年是我和他们同场 我觉得很 到今天来说 我都觉得很光明 比如说 张露姐 静婷姐 崔萍姐 崔萍姐 我记得 哦 哇 他是有九个大歌星在唱的 嗯 那我去做什么呢 是 完全是因为 不知为什么 真是人格人缘 他老板很欣赏我 他觉得我很勤力 是 是 还有我认识的歌很多 嗯 那我又 也挺美丽的 哈哈 不是认识的 不是认识的 哈哈 那种魅力已经出来了 还有很乖的 是 还有我又 真的不贵 一点都不贵 这么说 是吧 但是所谓不贵之中 是当然对我来说 我觉得已经很高薪了 怎样高薪了 是非常之 就是非常之 觉得 咦 我原来我是这样 我有这样的价值吗 我不知道 是 完全不知道 那时候你唱一拍歌 不是 我没有资格唱 我是整晚在这唱的 啊 那九个高薪 我是由 晚上七点 唱到晚上两点 哇 直落的 七个小时 是的 那在什么时候 我有机会唱呢 就是 那九位大歌声的中间 嗯 即是怎么说 过场 就是 前面我们唱完 走了 中间 后面那个又未到 那我们在这些位 我就去填补那个 空间 哇 崔小峰你填了 那个空间 不是 那我又 从他们身上 我又学习到很多东西 还有又见到很多 当然的明星 就是这么说 哈哈 自己都好像一个粉丝 那样 那变成我们开心的 在工作过程之中 是觉得每一天都 你很认真地 将每首歌唱好它 是 那七个小时 那收多少钱呢 那时候 其实呢 就是六百元 哦 但是 如果以当年计呢 我们举例一下 嗯 那时候 警察先生呢 他们当年都是三百元 哇 还好笑呢 就是 我出粮的时候 第一个月出粮的时候 我很记得 我是不止收到六百元 就已经出到是一千元的 那就是说呢 老板很奖励你了 所以 后期的加薪 和我当日的加薪呢 是天同地的感觉来的 好振奋 是自动 老板自动加给你的 你后期的 后期的只不过是 你要有些东西 你要去争取得很辛苦 才可以去 得到你认为公平的东西 但是家里怎么样了 就是 他们都头脑古 就是古板一点 保守一点 保守 保守 头脑保守一点 一点都不古板的 不古板 其实他们是很新潮的 不过他们都 是吗 他们怎样新潮呢 随时风风 爸爸妈妈妈 原来他们都唱歌的 哦 因为我唯一一次 我听过他们一个 我爸爸是弹琴的 就半和我妈妈合唱的 那这个是唯一的一个镜头 之后没有试过 哦 那我发望都想不到 他们对音乐是有少少 有个底 嗯 还有就是乐 就是会玩乐 你知道 但是他们不是用来 赚钱那些的 他们不是做这一行的 不是的 嗯嗯嗯嗯 好 但是他们是做哪一行的实在 没有什么做的 做小生意 可以这么说 什么都做一下 嗯嗯嗯 就是很喜欢自己 搞搞小生意做 但是又 又心底太好了 那你变了 心底好呢 就是我又不是说 不对的 他见到别人 或者 贫富些 环境差些 他又比较多些 是 那你永远都涉本的 你见到别人 有个女人 又背着一个 又背着一个 又拖着几个 是 那这样走去 来光顺你店铺买东西 嗯 那你自不然呢 就手松一点 很容易的 嗯嗯 手松呢 不是说他们不对 他们是对的 嗯 就是好 就是他们不会发达 你明白我说 知道 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女儿都像了爸爸妈妈了 哈哈哈 小凤姐也是的 很多时候有些事情 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 有他了 有他了 是这样的 都不是的 我很执着的 有时 好处是骗我的 骗我的 骗我的十元 我很生气的 哈哈哈 但是你很阔老 对朋友 那 那就很好 家里也不反对你去夜总会 是的 终于我取下了一个乐言 到今天呢 都仍然可以说是 做到了 我自己觉得都挺骄傲的 你放心吧 我不会学坏 我只是说一句话 是 就是我又不知道 什么叫坏 其实 什么叫坏呢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呢 我进了个圈子之后 我到今天 我都可以很充心地 说一说 一个人好与坏呢 是 本身是很大责任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就不要 不要去骂别人 啊 他叫我这样 他又叫我这样 其实有一些事情 你经不起 经不起一些引诱 其实有没有呢 那当然有啦 嗯 当然有啦 你 都挺多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哇 那怎么呢 小胖子怎么去 应付呢 很简单 没有不邪事 就行了 哈哈哈 哦 他们就不会再 冤住你 不是 有时候很有趣的 你不要令人有一个 误会 你知道 特别是我们这种环境 我由夜总会 歌厅 小型的夜总会 是中型的 不过以前都没有小型的 坦白说 一开始就是这么大 是 其实都没有什么叫做大 越少 是不是 根本因为前面没有得比较 那直至到你去做演唱会 去到今时今日的洪馆 或者海外的场馆 就是世界各地啦 这么说 那些场馆是越来越大 那 已经和以往呢 那种 唯一小小不好 我觉得不够 亲近 你不明白我说 是欠了一些亲近 现在 这个是我有少少的遗憾的 以前的歌厅 直接坐在对面 很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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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新的手 已经摸到你那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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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时候是不是遇到一些 艺人 都少少了 嗯 少少了 都不是说太艺 我觉得我都算幸运的 就是比起其他歌手呢 我比他们幸运很多 那可能我 我估计我不会 我真的目不斜视有关系 我估计是 就是有时你去 在这个场合唱歌呢 很有趣的 如果你随便去 看多一眼 或者看久了 看少了 都很麻烦的一件事 你明白吗 你不看他又不行 最惨的 哈哈哈哈 他就说你不看他了 他说你高斗 你明白我说 真的很惨 是啊 看得多 他一会有误解 你明白我说 那 即是无所适从 直至今天 我们仍然要学习 这一件事 哦 我以为你已经有一条 没有 即是有一条秘方 那这样呢 就没事了 没有 没有的 哦哦 没有的 都没有的 但是你已经是最 你已经做了一个版出来 但是你怎么做到 现在这样的效果呢 什么效果 就是说 没有学坏 没有令到 爸爸妈妈的感受 那 什么叫坏呢 我就不知道 所有的东西 其实是你 你沉不沉迷的 嗯 那我 我有一点点患物喪志 我可能太沉迷唱歌 于是我就对其他东西 忽略了很多 其实 我相信 我都不是一个太蠢的人 如果我做一下其他事情 我相信都不会被唱歌差的 就是这样说 不过 不过唱歌呢 那个工作经验 令我学习了很多东西 就是真的 嗯 嗯 嗯 这种经验 是我 我相信任何 一位大学生也好 或者教授也好 或者所有是在学府 就是受过很大教育的人也好 他们不会得到我这种经验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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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衛生措施,可以提高对禽流感的抗疫能力 我们要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空气流通 打黑痴或者咳嗽的时候要掩住口鼻 分鼻物要用纸巾包好,放入有盖垃圾桶里 如果有感冒病征,需要照顾病人 或者进入医院、诊所都应该戴上口罩 还有,避免去人多击逼的地方 她是2014年第一位的嘉宾 她是金光灿烂,小冯姐 但是那时候小冯姐有没有想过自己 原来一入这个乐坛 就是一走就走得那么远 没有没有没有想到 是否走得那么高呢 我都,我一高我就会先躺下 哈哈哈哈 我不是自己高 为什么呀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高 就是你不要,你不会这样想的 我们只会回味,每一次会回味 今晚我的表演又在中间发生了些什么 趣事是值得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就经常去回味,或者回顾一些东西 但是那时候你真是忙得不得了 因为知道你就极受欢迎 不单止在这个九大歌声的夜总会 还有其他的大大小小 刚才你也说了,歌厅等等 你走场,好像说你一晚 你走场之霸 当时你是怎么走呢 好像说你最高纪录 一晚走十三场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期间 其实是因为大时大节 推到没得推了 然后又要由下午开始了 所以加加慢了 那又怎样呢 带着那些大波波裙那些 没有,那时候没有波波裙 没有,波波裙都是很小点的 没有现在这么大件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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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那时候我们不用这样的 其实我们差不多很方便的 穿一件衣服你就去找这么多地方了 是不需要去 其实没有时间换衣服 我现在在这里唱歌 这个场地,第一个场地 我跟着要去下一个场地 那些观众未必相同 所以你每个场地换衣服 没有人知道你 是没有人知道的 你说是不是 应该这样说 当然,它是有观众一直跟着你那些场地 不断跟着你 又没有话说的 是 很多这些粉丝 都挺开心的 就是要等那些 是不是有个司机 你又要过海 那时候好像你要搭娃娃娃 是啊是啊,自己的 我试过 我试过聘过司机 亦试过自己开车 那时候很少抄牌 因为那些 叉牌哥哥都知道 认得你 认得他们都来听歌 那时候都挺 还有那条马路有很多松动位 不像现在那样逼劫的 我们有时都可以 就这样拍在门口 那就上班了 都OK的 在夜总会唱得这么出色 是不是当时有些唱片公司 就出现了呢 是的,没错 我是 由没什么人去赏识我 直到慢慢慢慢多人 赏识我 以及已经开始 习惯听我唱歌 这个要讲习惯的 你唱得好 是另外一件事的 要看别人习惯 习惯听你的演绎 直到很多 咦,开始唱片公司就来找了 你录这首歌 录那首歌 而且我们唱到时下 当时是最流行的歌曲 是 唱到很多人知道的时候 电视台才出现找我们 我不是说 我去电视台 上一个节目就一夜成名 那种 绝对没有的 不是那样东西 没有那么幸运 那就努力了 有机会录歌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录好一些 他们说好迈得 他说好迈得 我不知道 好迈得 没有很开心 就继续唱 是的 没什么特别 只说好迈得 我们可以继续 只是为歌迷 喜欢听的歌 而去 可以说是全心投入 但当时小凤姐就是唱人家的歌 当然了 没有自己歌 没有自己歌的 不过我虽然没有自己的歌 但是唱很多歌都唱了一下 人家习惯了 例如 叉烧包这样算 它不是我的歌 原唱者 是张宋文姐姐 她是唱片 当时她是明星 又是唱片歌星 我每一晚 每一晚我都唱这首歌的时候 于是 观众就开始熟悉这首歌 觉得是我的 觉得是我的歌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这首歌的 有趣 是因为有趣 结果就真是 以为是 就以为是我的歌 看到有很多歌 例如我们唱 《神鳳》 《保镖》 那类的 当时 你如果说 他们已经不记得 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好像觉得是我的歌 主题曲 是的 就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是我的歌 《神鳳》 是 这一家 是 们 我们 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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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天液方面 一股东北季后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干燥和相当清凉的天气 在本港 今早市区的气温刚至14度左右 新界普遍再低几度 预浏浪 预浅是天晴额度 天气暗里产凯朝早相当清凉的气温大约是19度 吹简锁半偏东风 风势漸转清净 展望未來一兩日多雲風勢頗大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證生效 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 現時氣溫15度 相對濕度5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知識台 香港電台新聞 本島第一次的歌唱比賽冠軍 就是徐小鳳 神經病 一個人好與壞 本身是很大責任 經不起引誘 其實有沒有 當然有 都幾多 他是2014年第一位嘉賓 他是金光燦爛小鳳姐 希望全港市民一日比一日好 就像這首歌一樣 喜喜仰仰 仰仰四方 哈哈哈哈 星期日早早8點到10點 車淑梅 舊日的足跡 當然啦 當時很多歌都是 小鳳姐又唱紅了 但因為小鳳姐很特別 你的聲音是有一種很 很磁性的 這個是不是你小時候的聲音已經是這樣的 我都不知道 其實都不知道 有一年我就上了一個電視節目 在開玩笑說了一句 我是吃辣椒的 還拍我媽媽在炒辣椒 炒辣椒也是真事 譬如十樣菜 每一碟都是辣的 但是應該 是啊 其實吃辣椒是沒有關係的 是你天生就是這樣的聲音 因為你是這樣的聲音 而且對我來說 是初期出來的時候 是有一個阻滯的 可以這樣說 有一點阻滯 因為那些人 那時候是接受一些 嬌滴滴的聲音 好像我們這樣 你說多好說 磁性這樣說 那時候不是很懂得去形容 用這個字去形容 嗯 那我就覺得 是啊 很特別 慢慢慢慢 因為好像我們這種聲音 就應該是 你是聽英文歌的人 的粉絲 比較接受先的 整整一下 還有我們香港的中文歌曲 又是越做越好 就是說 到你說真真正正正正式 有一個屬於我的歌曲 廣東歌曲 我們當廣東歌 應該是風雨同路 風雨同路 沒錯 就是在1978年 我們第一屆十大中文金曲 啊 金曲來的 哇 當時笑流很厲害啊 厲害 那時候沒有想到廣東歌曲 可以發揚光大 這首歌曲 應該可以說 令廣東歌曲的地位 是提升了不少 它是有功勞的 是 你的唱腔 我們覺得真的很特別 但是你當時會不會擔心 每個人都這麼嬌滴滴 為我這個 有一個不同的感覺 擔心都沒有擔心 不過是自卑的 可以這麼說 但是呢 都 但是 這一種心情 是被一些 因為被我喜愛唱歌的心情 已經蓋過了 是 有時候 不想太多了 我喜歡 是這麼多 是這麼簡單 是 那就繼續做 是 接下來有很多很好聽的歌 好像這次你那個演唱會 都有 信流逆流 這樣 隨上曲 這些 我們很多人都說 小鳳姐的歌 是能夠帶動我們每一天 向前走的 很正宴的 就算不向前走 它也不會打到騰的 你特別要選這些歌 是嗎 是啊 因為 這個是我們 我覺得是一個 香港的精神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應該要 無論各行各業都好 都要堅持我們 香港人原有的勤奮 還有一個聰明 其實是聰明的 香港人很聰明 我自己 因為我都覺得 是以身為香港人為榮的 就是很懂得去 又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也都可以看得開 它是不會去記受的 其實真的 在這麼多年的經歷裡面 很多朋友都看著小鳳姐 哇 真的不斷地前進 在1990年的時候 就拿了我們的十大中文金曲 謝謝你們 金針獎 這個原來是當年的小妹妹 沒有機會錄唱片的小妹妹 想不到 是啊 我也很開心的 我也仍然很感謝 譬如當然 她沒有相識我的 或者老闆們 就是這樣說 或者是沒有給我機會 我最初當然是不高興他們 但是今天 我也想 也都是因為有他們的 反面的推動 或者我當他們 是訓練我的 那個叫做毅力 都很感謝他們的培育 那由有很多人 不接受我 直至到他接受我之後 甚至乎還認同我 支持我 那在過程中 我是 怎樣說 我是覺得更加有光榮感 是 即是你很難令到一個 不接受你的人 而他去接受你 這個就很難的 當然你由接受 推翻到他不接受你 都很容易 是 我想那個 明明你有合約 在他的手上 都沒有去 找你唱歌那位 老闆 我想一定 非常非常後悔 他有沒有找回來 有 有 他們 他們又看不起我 直至到幫我 還幫我 有時候 拿一下抱 都笑 哈哈 後來出現 大老闆 嘩 什麼都行 即是在碼頭撞到 譬如這樣說 好笑 嘩 你不是不理睬我們嗎 很討厭的 你 怎麼知道 直至到 算了 去幫我拿抱 可能我們拿的東西 太多了 這些經歷 我真的覺得 原來你是很有光榮感 就是這樣的 他以幫你拿東西為名 差不多等於是 你明白我講的意思嗎 是 變成你覺得有些東西 哦 對 這個人 你有沒有幫他錄一首歌 沒有 叫你都不用了 大家對人生 對價值觀 看東西不同了 已經有了距離了 嗯 即是怎麼說呢 譬如 朋友也好 君主也好 或者是 所有的東西 都是大家在一條線上 賽跑而已 那 本來他跑比我的 我所說的跑不是說 在 本人那個 那個本身的成就 它是包括了 就是 他的心態 就是 他的心態 哦 原來 我當然我很生氣 那個人 但今天因為我 我進步了 我覺得 我已經不生氣了 就是我證明 我已經超越了你了 你明白 這個是 不是金錢那裡 可以衡量得到的 是 嗯 即是我是這樣去 有時候會這樣去 阿Q精神 你說我阿Q精神就行 是 即是也都放開了 這件事 放開了 這件事就已經 哦 是啊 即是起碼他 他已經 再過來聊天的時候 他有些事情 他永遠都追不到 即是大家看那個 所謂價值觀 是不相同的 是 這個很深的 越說越多話 他走了步了 哈哈 那又不是的 可能不是 走到鳳 哈哈 走到鳳 哈哈 不過小鳳姐 不斷不斷向前 你真的創了很多紀錄 譬如說 你在1992年的時間 你破了43場的紀錄 當年成為了世界紀錄大全裡面的一項 哇 真的很厲害 其實你怎麼去接受這個挑戰 43場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提過這件事 但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次都是你們提醒我 那我自己回想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做得到 那應該是說 當年的事都好 即是 以你個人 個人的體力來說 哇 真是整個多月 是啊 是啊 那你 又沒有問題 又很幸運 幸運沒有傷風吸收 沒有那些事 那你有時候真的不幸運 那你突然病起來 那你如果沒有 你都會有機會 是不是 那又不知為什麼自己會做得到 那這個是一個 幸運可以這樣說 以前練回來的 其實你以前一直都在演唱會 都等同 以前唱的時間更長 是不是 那就是 差不多好像上班 那樣 那樣就不同了 那種感受是怎樣的 43場都在紅館那裡 真是 日日都一直在看見這麼多人 如果你不提起 我就不是很 不是很 是啊 我做過這件事 我曾經做過這件事 那時候是這樣 每一次都好像多過上一次 是不是 但是人不可以永遠都 這樣下去 都不是一個辦法 我是這樣想的 我們將這個思想要轉一轉 就是我們不可以永遠 我們不可以永遠 人 經常都想贏自己 不是想贏別人 我們要推翻這個思想 有沒有試過有壓力呢 我保持了這個 有 我試過 怎麼做呢 我是有想過 我下次怎麼辦 我下次怎麼辦 不可以永遠都不敢做 其實 這就是壓力了 是 後來很多 很多高人 就是這樣說 一些朋友 解釋給我聽 就是令我釋懷 可以這樣說 是啊 我初初不習慣的 聽 是啊 我應該怎樣說 事實上很多客觀的原因 已經不同了以前 是 此事歡笑 此事苦困 為何分開架於身 人緣不分 我亦有恨 明亮背影又黑暗 往事不忌 往事不利 一生幾多富於今 珍惜今朝 盼望以後 同道困苦與阿困 分見且相親 那至他朝不相分 地路天方轉眼 因而問 不必怕多變化 風雨同路見真心 月圈一樣盛盛沉 此事歡笑 此事苦困 何分開架於身 其他人 遍緣不分 沙漠不分 我亦有恨 明亮背影又黑暗 感怨且相親 那次他朝不相分 地露天风转眼殷二万 不必把多变幻 风雨同路见真心 月圈一样醒醒真 往事不记 往事不理 一生其多苦于今 真识今朝 盼望以后 同道困苦与厄困 真识今朝 盼望以后 同道困苦与厄困 祝你新年快乐 祝你心想事成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诚人物生活》集志 视障的陆耀辉是一位执业律师 近年曾经因为身体的毛病 而出现情绪问题 这个星期日 我们就来听一下他 怎样将这些困难一一克服 《非诚人物生活》集志 《非诚人物生活》集志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车属梅》 《旧日的足迹》 他是2014年 第一位的嘉宾 他是金光灿烂 小冯姐 其实在这么多年的经历里面 会不会真的经常会有点压力 但是你好像不怕那些后浪 你日立不倒 其实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我曾经听过有些朋友 在当年梅艳芳出道的时候 因为他唱你的首歌 是呀是呀 很多人就说哎呀糟了 徐晓风说受到威胁了 他说怎样呢 当时你有没有听过这些 我没有听过 是呀是呀 坦白说 我是不会听到这些话 其实 现在你告诉我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嗯嗯嗯 真的我挺背的 你再继续说一下 当年你听到的东西是什么 是这么多了 是这么多了 不止是吧 当年 譬如梅艳芳出道的时候 是呀是呀 他就说啊 欺世如虹 也唱你风的季节 是呀是呀 风的季节 是呀是呀 那你会不会觉得 哎呀 有一道新的力量 压着你呢 不会呀 很多人都唱了 嗯 好似现在 你看到 你看到 每个人都找我那些歌来开玩笑 就唱 正经就唱 Sola也有唱的 是呀是呀 就是他们的演绩不同而已 嗯嗯 只不过是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真的唱我那首《风的季节》唱得很远 嗯 但是我们在形象上呢 就是外形上是完全不是那样东西来的 那他又很成功地呢 又塑造了他自己的一面 而是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就是说呢 在市场上呢 是需要有一个像他那样的艺术 因为我做不到他那样东西 譬如你要我 要我 搞这么多东西的 我是 我搞不起了 哈哈哈 那后来你们会不会都 成为好朋友呢 会会会 会会 那他也都很尊重 就是大家都会 但是因为我们大家唱片公司不同的 嗯 但是我们私底下就有 就是有联络啊 有时 好像他做了一会儿的时候 我就做他嘉宾啦 那么 我 我 和我们私人派对 就认识了很多共同的朋友啦 那 试过有一晚他 他打鼓啦 我伴我唱歌啦 是 就是大家都很close 我是当他是一个 呃 在年龄上呢 我是当他妹妹的 但是在歌龄上呢 他跟我不相伯仲的 因为他就是很小的出道 我是很大过出道的 哈哈哈哈 都不是很大 都是十几岁而已 哈哈哈哈 但是真的是 就是 眨一眨一眨一眨 他就离开了我们 十年了 是 时间很快的 嗯 我不觉得他离开了我们 都不知道是怎样去形容 是非常可惜的 是 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的 但是我们只能够 啊 是的 有机会我们多些听一下他的歌 好怀面他 那 那 还有那些人呢 就是你会更加珍惜 当天我们玩了一堆的时候 会是这样的 是 但是当时会不会有个竞争呢 比如开演唱会那些场数 没有的 没有的 嗯 都不同公司 第一不同公司 其实呢 我想竞争呢 就是 可能是后面的粉丝 大家在那里 还有是两个风格来的 嗯 就是他是很动感的 是不是 我是比较静态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变成是两种不同的粉丝 可以这样说 是 那实在呢 平日呢 小凤姐 你如果 不搞演唱会 就是 不观唱片的时候 你平日做些什么的 什么都做一下 哈哈 做些一般人应该要做的事 哈哈 但是做些都做不完 不知道为什么 是啊 就是 就是留意一下自己 嗯 就是平时我们过去 唱歌唱了这么多年 嗯 我发觉我 我留意很多身边很多东西 但是完全不是很留意自己 就是等于我们不照镜 我也不记得自己的样子是怎么样 是吗 一定会 会的 你会不照镜的吗 哈哈 哈哈 其实我很怕镜 哈哈 为什么啊 啊 有需要就照 没有需要照 做什么 很害怕 自己看到自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你是金光灿烂的 哦 是不是 其实说起 小凤姐 我们真的很欣赏 很陶醉 这个舞台上的风采 比如说 金光灿烂 这个名字 哇 很贴切啊 你的形象啊 你的波波裙 真的不用说了 一说的时候 穿波波裙 你今天脱小凤啊 不过你一出来 我很记得 87年的时间 你那个金光灿烂的演唱会 哇 真的 眼前一亮啊 腰只有二十三寸 是不是 那时候 就像葫芦那样走出来 营养不良啊 哈哈哈哈 那这次呢 这次呢 这次会不会为了这个演出呢 而是有些功夫 要下的 要努力的 每一次我们都做演唱会之前 都会努力一点 就是努力一点 就是努力一点 怎样啊 继续怎么去 怎样啊 怎样啊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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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方面 继续着这个胡佬出来 继续着这么肥 哈哈哈哈 继续着这个 这么有线条的身体 做回正常的我吧 这件事到时候才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是如果它之适 解火ね 弱风轻应吹到 肖然尽妙我已沉 夏天偷虚听不见声音 日子匆匆走过背离我有百感心 记挂那一天竟长纷纷 随风轻轻吹到你抱尽了我的心 在一时间改变我一生 付出多少烟性也没法去计得真 却也不须再惊惧风如沉 吹呀吹 仰知风吹 活干眼眸泪 凉丁丁眼泪 吹呀吹 仰知风吹 爱相通通带走 本风吕是谁 从风吹起响到时贵季变更 梦中醒脚碎月如飞躬 自否早定下来你还我又会变心 开叹怎么会救下终要分 黄风吹得起 认老日也要避避忍 焚起一件迷惘陈埃困 略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半因 带去我的爱指示 独留恨 吹呀吹呀吹 仰知风吹 抹干眼眸泪 凉丁丁眼泪 吹呀吹 仰知风吹 爱相通通带走 本风吕是谁 吹呀吹呀吹 吹呀吹呀吹 仰知风吹 抹干眼眸泪 凉丁丁眼泪 吹呀吹 仰知风吹 爱相通通带走 本风吕是谁 吹呀吹呀吹 déी 足够女士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時半的黃絲行報的新聞 北大嶼山醫院會在星期二開始延長急症室的開放時間一倍 至到每日16小時 由早上8時至凌晨12時提供服務 院方表示 他們的急症室使用率由最初的每日70人次增加 至到每日最多160人次 超過原本每24小時 會有100至200人次的估算 醫院副行政總監莊義雄說 根據過往三個月的經驗 預計延長服務時間後 使用率會持續上升 但現階段未能預計實質的增幅 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球隊屯門對黃斌FC的賽事 發生懷疑打假球事件 竹總表明會成立專責小組調查 但竹總副主席貝君奇說 由於行政總裁薛基芙 以及主席梁孔德仍放假 暫時未能開會跟進事件 貝君奇出自一個電視台節目時說 事件發生後 竹總沒有接觸涉及的球員 而據他了解 那名球員事後回到內地 目前竹總都不知道他的去向 貝君奇說 屯門較早表示 會取消所有球員註冊 但竹總仍未收到正式申請 他也不瞭解 屯門是否會繼續參與今季餘下的賽事 在美國紐約一架小型飛機緊急降落高速公路 機上三個人受輕傷 目擊者說 在當地下午三點多 飛機未有打開起落架 只是憑著機身或落地面降落 多架消防車到場戒備 調查員員估計 飛機由於機件故障或沒有要緊急降落 迪根少較高速公路 暫時不清楚飛機如何被開公路上的車輛 英格蘭足總盃第三圈中目賽事 兩支英超球隊阿仙奴和熱刺對女主場的阿仙奴 憑辛迪卡蘇娜和盧斯基 在上下半場角入一球 2比0擊敗對手 英超的阿士東維拉爆冷被英甲球會石飛聯 以2比1淘汰出局 曼城作客英冠球會暴力搬流浪 被對方迫禍1比1 衛免的圍根亦被英甲的米爾頓海恩斯 迫和3比3 天氣方面 預測本港地區今天是天晴 但部分地區有煙霞 天氣乾燥 朝早相當清涼 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9度 催和換偏東風 風勢漸轉清淨 展望未來一兩日多雲和風勢頗大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證生效 表示火災危險極高 現在氣溫16度 相對濕度5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技術機器 然後 第二台 正川 正是 浮湯膠著火 怎只能夠滅火桶過期使用不到 幸好你們消防員來得快 你們沒有做連檢嗎? 法例規定 所有處所包括食市的消防設備和通風系統 都要保持良好操作狀態 並由註冊承辦箱最少每年檢查一次 否則消防署可以無需預先警告就直接檢控 最高罰五萬元的 還有年檢證書要貼在當眼位置 Yes Sir 本國第一次的歌唱比賽冠軍就是徐小鳳 神經病 一個人好與懷本身是很大責任 竟然是引誘 其實有沒有呢? 當然有啦 也挺多的 她是2014年第一位嘉賓 她是金光燦爛小鳳姐 希望全港市民一日好過一日 就像這首歌一樣 喜喜仰仰 仰仰四方 星期日早早8點到10點 車屬梅 舊日的足跡 你現在已經倒數中了 是的 那這個日子 除了你練歌之外 是否還在打乒乓球呢? 最近少打一點 其實少打一點 轉了打什麼 是的 轉了 沒有打東西 哈哈 都是緩步跑那種 基本上 我發覺原來天冷運動 你是比較難受一點 應該要天熱 下次要記住 這樣就很多朋友說 要來支持啊 要你撐牆啊 要出現啊 那你那些嘉賓呢 現在定了下來沒有呢? 嘉賓? 是的 好像華仔說要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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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而已 你有沒有批准她? 批准她 我求之不得 簡直怎麼會批准 不過我預料了她 我預料了她 有沒有聯絡? 聯絡有 嗯 怎樣怎樣 讓她做完那些繁忙事 是的 聯絡終了 她一定會出現的 是不是? 應該是吧 哈哈哈 還有呢 還有哪些嘉賓呢? 不知道啊 我想個個都來 我是非常想個個都來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看看我招不招架得到 一定要 一定啦 個個都不知道 多喜歡小鳳姐 那對新人會不會來啊? 唉 當然求之不得 是啊 這個絕對希望 因為我 我 早幾年 黑勤來我演唱會的時候 做嘉賓 跟著沒多久 她就結了婚了 哇 那我有少少功勞 我在這個演唱 如果她們 哇 兩個一起來開心 是 我會 我會幫你做證人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很熟的吧 其實你和鄭秀文和許智安 我熟她 不知道她熟不熟我 哈哈 哈哈哈 是不是要這樣說 其實你看著她們兩個 已經很多年了 你有沒有鼓勵一下她們 看到她們在這個青海上面 如果我見到 如果我見到 這樣又 兩個人的事 要她們兩位自己 自己去決定 那你任何人呢 譬如有一方 你差一點點 那你任何人去鼓勵 都是只有鼓勵 嗯嗯嗯 是吧 希望她們聽到 她們的真正好消息 是 她們已經注冊了 是不是先證實了 是 如果還沒有的話 就在小鳳姐那個 金光燦爛裏面 撐一撐她 那我印定張證書 哈哈哈 怎樣 有沒有聯絡他們 我打談 沒有的 我們怎麼會好意思 問別人這些 那麼隱蔽私隱的事 是不是 是 你有什麼想祝福這對新人 其實 都是時候了 應該 如果既然開心 即是今時今日 2014 做開心的事情 是 是 希望她們都帶給全港市民 多些喜訊 是 我也希望 大家希望的 大家希望的 在台上 看到的小鳳姐 做完這件事 Semi 安仔 祝福你們 哈哈哈 喂 你說呢 在台上 這次未必穿波波裙 會穿婚紗 啊 我有說嗎 是不是穿婚紗背後 穿婚紗有什麼問題 穿婚紗 因為我們都很想 不穿又有什麼問題 哈哈哈 我們未見過小鳳姐穿婚紗 現在是 哦 好 會不會是其中一個 還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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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想穿婚紗 其實我見見都是婚紗 其實 哈哈哈 是彩色的 我見見都是婚紗 哈哈哈 我倆這樣回答好不好 哈哈哈 會不會呢 真的 其實你自己行不行 你穿過婚紗沒有 還未 還未 從來 從來都沒有 拍MTV都沒有 好像還未 是 連拍攝也 拍攝好像有 嗯 拍麥加都戲 好像有客串 那一次 是嗎 記得是呀 有一個鏡頭是拍過 嗯 嗯 但不是我心目中想那種婚紗 即是如果我們要想一個婚紗 就 都很大件事 為什麼呢 不知道 不知道應該是怎樣的 哈哈哈 不知道應該是怎樣的 你夢想的嘛 每一個女士都會有一個夢想的 是不是 對那個 對那個婚紗那個 好 好 讓我夢想一下 哈哈哈 但是真實生活裡面 就沒穿過 沒 沒穿過 但很多人都關心 小鳳姐 你有這麼好人 你有這麼 就是 這麼歡樂 是嗎 大家都希望你身邊裡面 是有一個人陪著你的 那我們就 不會覺得 小鳳姐可能 哎呀孤單了 那怎麼辦呢 這樣 啊 我從來都沒有缺乏過 有人陪我 哈哈哈 不是那種嗎 哈哈哈 就是情人那種啊 情人 嗯 其實都很多的 其實是多的 嗯 就是 別人有沒有情我不管 但是我就很多情了 哈哈哈 人人也都有 是 是 追求者 怎樣追 什麼叫追求者 就是那些異性的 現在那些追求術呢 追求方法我都不會接受 我講明的 口信不算數 哈哈 哈哈 不要留口信 是啊 真的要找到你為止 才講的 是啊 是啊 我是要聽 到現在我都是 我都是習慣聽到 看到個人 聽到他的聲音 是 是 我比較習慣一點 嗯 有信心一點 嗯 多不多這些人呢 都多的 是 多的 那你怎麼 怎麼應付 怎麼應付 不用應付 好好的相處 是 會不會都 在這裡選一個 對自己的 對象呢 小鳳姐 唉 沒想過 沒想過這個問題 嗯 其實這個問題 我從來都不 對我來說 從來都不是一個問題 哈哈 沒想過 不過現在我好好地想想 是 如果你們認為有需要的話 哈哈哈哈 是你有需要 我沒有那麼需要 哦哦哦 是 是不是因為曾經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Semi和安仔 真的 拉過來 是 小鳳姐 是不是因為曾經試過不開心 所以不想這方面的事情 嗯 都不是的 你要 即我半 即我不是很想 怎麼說 怎麼說 浪費了別人的時候 浪費別人的時候 你明白我說 那我 如果我個人 即是 即是我的心不在這 這樣算 是不是 嗯 你不要是阻礙別人 請他 要另謀高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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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不是應該這樣說 為什麼你的心會不在呢 小鳳姐 我不知道為什麼 心裡還是去了哪裡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比較注重 在我的幻想裡 每個人都有畫面 我幻想裡的那個人 就包羅萬人的優點 明白嗎? 要像歌迷對我這麼詳情 你說是不是很難? 如果你對一個人的要求不高 是難度很高的 千萬不要 你會很失望 你只是要求 你給個機會 什麼機會你都不給 你怎麼知道沒有? 不是 因為我們都不太相信自己 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是否真的會這麼詳情 我怎麼會相信別人 對我是否詳情呢? 我不如坦白一點 向你剖敗一下 我的女人心事 好嗎? 這麼說 好啊 你那些情就給了歌 是嗎?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給了歌迷 給了朋友 給了我們的親人 是 因為我覺得 很難去給一個人 集中不到在一個人身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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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ima Zither Harp 仍然祝福 祝福这段婚宴 望着分纱 分纱背后的脸 你似谁共你 未必一面 强意经历我伤心 未想多说半句 唯恐怕会浪泪 愿意尽不可罪 理由谁可领悟 让孤单家用去 让当初都过去 还有痴心 仍难定山坠 分纱中背影伤伤圆绘 走进蜜月天梦里 我但愿前世跟他缘违 让我心中安静如碎 我让旧情奔奔沙缘违 一切又从头面对 爱欲似于梦中的河水 天际都不惜地求催 天际都说海洋生物相当奇特 到底有多企 雄盛的上陷向前掌出 一斤或者两斤 两点四到两点七米 不值 而且螺旋状的唱歌 好像人家中世纪那些 重装骑士的长貌似的 他是独角瓶 想知道他多些 星期日晚八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着陈景明博士 钟杰梁为你主持的 地球708 星期日早早八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车属媒 旧日的足跡 他是2014年第一位的嘉宾 他是金光灿烂小冯姐 小冯姐就是把爱放在整个香港 是吗? 你还爱香港? 不止 我都贪心了 所以我都不只是爱香港 其他都可以走一步 我爱他 全世界 是的 其实真的是小冯姐 你这么多年的乐坛的经历 但是呢 只是在2012年 才进去内地做演唱 哇 人们都等了你这么 真的失败吧? 不是失败 是 幸运啊他们 终于都见到你了 是的 为什么你这么迟才想起他们? 不是 想了很久了 想了很久了 但是呢 中间那些自己又害怕了 坦白说 人家又害怕了 大家都斗害怕了 所以没机会了 但是结果就不害怕了 结果不害怕了 非常非常受欢迎了 挺好的 挺开心的 就是是很 是另外一个感觉 是怎样的? 首先你没有想到 他们会这么疯狂 因为我是预料不到 他们原来 在北京 对了 跟香港一样 是的 就是你没有想的 你想啊 对啊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认识 你是应该的 因为你根本都没有去那个地方 很正常的 但是原来不是的 我会再过去的 是的 我会再过去的 是的 其实你经常都要出离 小凤姐有时候 你也收得自己很迫的 也不是的 我怕阻止一条街 怎么会 所以一见到小凤姐出来 很开心的 你知不知道 你真的被很多很多人很欢乐 真的 谢谢 是的 很喜欢你 我都很开心 周围的人都对我真的非常友善 是很好 非常好 其实你满不满意 自己走过的路呢? 当然满意 我还想怎样 是吗? 不过当然我们永远都觉得 那些东西是不够的 就是有时候会想 我应该还可以更好的 就是会这样想 这个思想是有的 永远都在的 就是不太满意于自己 不满意于自己 不知道 觉得是不够 觉得是不够 我想到 我就告诉你 我们等着小凤姐的新歌出来 好啊好啊好啊 要啊要啊 真的要 真的要 现在有没有一个计划呢? 有 不过没够歌 最好了 因为听到小凤姐这个答案 就知道小凤姐不会想退休的 要继续的 没想过这个问题 没想过这个问题 对未来 对未来 是不是都是继续继续唱歌 和歌迷在一起? 希望吧 希望 用什么形式都好 但是当然我是 没有任何计划的 到这一分钟我都是没有计划 我只知道2月19日我要见歌迷了 是这么多事情 现在倒数着 是 只是这样 收尼士 收尼士? 没想过这个问题 是新年啊 那时候 不过已经去到中间了 不是的 收尼士整年都可以收尾 哦对啊 是呀 是呀 谁说有规定 整年都可以收尾 对的 没所谓 是呀 一到新年的时候 就见到小凤姐在舞台上 大家就很开心了 哈哈 是呀 我都在这儿 轻轻地渴望着 盼望着 是 我一分钟来临 是呀 我们也是呀 如果要送一首歌给你的歌迷的话 那小凤姐 你这么多歌 你会选哪一首呢? 那不如你给我举个主意 你想快的还是慢的? 快的 你想快的 新年 新年 是呀 因为今天1月5日 是呀 每个都唱那首的了 哦 也是那首 是呀 喜喜羊羊 是呀 所以希望在一片喜喜羊羊的气氛底下 是呀 香港可以继续 继续 有空来听一首歌 有烦恼 如果有点不开心 有点烦恼 是 你不如开箭听也好 打开你的收音机听也好 选你喜欢听的歌曲去听 是 是 我觉得你的感觉会放松一点 不要 因为你烦得多 你对自己也不是太公平 嗯 就是这样 好像小凤姐一样 整天都这么开心 嗯 我相信你看不到 哈哈哈哈 你永远的形象给我们 哈哈 是啊 开心的 没有的 好了 我请你说一些祝福的话 对于我们香港广大的市民 如愿以偿 希望全港市民 一日比一日好 而且永远心情都要保持 健康愉快 那你的幸福就会跟着来的了 是 就像这首歌那样 喜喜仰仰 仰仰四方 哈哈哈 多谢你 小妹姐 多谢你 宋媒 多谢 2月19日见 好啊好啊 到时见 星期日 星期日早早8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车属媒 旧日的足迹 她是2014年第一位的嘉宾 她是金光灿烂小宝姐 联系育长 歌证谤锦間 哼快开心唱 请育长 联系育长 歌证棗参观 哼快开心唱 请欣赏 犹娱 声表情有光亮 而人人陶醉 以情做相相对他共养 这次被撑琴 这次被撑 歌声多芬芳 个个喜喜仰仰 喝酒杯送你 个个开心欢唱 喜喜仰仰 让人的歌 提高歌 歌声芳芳 开心响惊呼掌 让人的歌 提高歌 歌声芳芳 开心响惊呼掌 让人的歌 愿意又方亮 让人逃对 热情送相 将对对同欣赏 烟烈地残忍 烟烈地参 多些多芬芳 个个喜仰仰 喝酒杯送你 个个个都开心欢唱 喜喜仰仰 让日四方 烟烈流流登 清亮酒正香 满得分影意 愉快相对我愿意地快乐同分 为你快乐高中 欢笑莫烟亮夜长 愿你我和尚 愿快到快乐时光 到快乐时光 歌声帮今晚开心上请哭唱 歌声帮今晚开心上请欣赏 热闹情表情又放亮 人人号追忆情相相相对对共恩相 一切地弹琴二切地唱歌声多芬芳 歌歌喜喜药药 喝个杯盛的各位干杯饮盛 喜喜药药 再次多谢我们金光灿烂的小冯姐 原来小冯姐经历了这么多 她的经历让我想起每逢年尾时 总是有些人提醒 就是说记住呀 记住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没有帮助过你的人 激励过你的感动过你的 震撼过你陪伴过你 还有那些欺负过你伤过你的人 因为这些人是让你成长的 我想也像小冯姐那样 对那些人也要说一声 谢谢 我今天全靠你 希望小冯姐和你也是一样 以后遇到的都是一些疼你的人 好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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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